上海交大的教授发万言书 说习近平难控地方酿成了大限电 来自台湾媒体自由时报的信息表示 中国在9月下旬的时候突袭式的大限电 真正的原因不明 有说是涉及了中共的权斗 有说是地方担心减碳的政绩未达标 干脆要求企业躺平阴影 而中国的学者在10月9号的时候 以万言书检讨直批 这是一场体现中国电力系统利益相关者 复杂博弈的大戏 归咎原因就是政府的能源政策失衡 既涉及了煤炭因现产政策供应陡降 也与行政干预压低电价有关 外加地方政府急于交出能耗双控的成绩单 各方利益纠葛引爆了这波限电危机 上海交大的金融学院教授陈欣 在中国财经媒体撰文 平息大限电的前因后果 他表示第一轮的限电自5月份开始 只有云南广东等部分的南方省份 引发了工业企业限电 第二轮的限电于9月份开始 波及到了中国全国的大量省市 影响居民生活和城市运转 乃至引发了安全生产事故 陈欣直言中国全国性大限电的根本原因 是占电力供应70%以上的煤电出力不足所导致 始于煤炭行业长期实施的供给改革的后遗症 导致了9月28号动力煤的期货合约价格 直标每吨1300块钱人民币 竟然比实际市场的价格还高出了很多 陈欣表示供给面改革效果非常显著 截至到2020年底的时候 中国累计退出煤矿约5500处 将煤矿的数量减少至4700处以下 淘汰超过每年10万吨的落后煤矿产能 2021年上半年中国全国生产原煤19.5亿吨 同比增长了6.4% 但是煤炭行业的产能利用率仅为72.8% 可见供给改革式煤炭产能难释放煤价高涨的主要原因 同时行政干预压低电价要求电价暂不上浮 确保工商业平均电价只降不升 2020年一般的工商业电价继续下降5% 现煤企运营于不利的地位 陈欣认为政府对市场化电力交易的改革 以及确保工商业平均电价只降不升的要求 使得煤电企业在博弈当中处于不利的地位 这些政策重新分配行业利益 影响相关电力企业的盈利与价值 另外能耗双控达标考核对地方政府形成了压力 造成了一些省份直接对高耗能高碳排放等二高行业开刀 对企业运行带来了巨大的冲击 陈欣指出煤电是中国最重要的电源 短期之内难以被新能源取代 但是政策先后对煤炭行业和煤电行业实施供给面进行改革 打乱了市场的天然周期 加上中美之间的博弈 中国大举的发展电动汽车5G大资料等一些新兴的产业 沿海企业接单又上扬 用电量暴增 已是很难仅透过大量的进口来解决煤炭的供应问题 陈欣认为中国发生大先电 凸显了政府原有的能源供应管理机制 存在瑕疵需要调整 再来看一下拜习线上峰会之前 学者接美国的三大压力 来自台湾媒体中时新闻的报道指出 美国国家安全顾问苏利文跟中共的外事办主人杨洁篪 在10月6号的时候 在瑞士的苏黎市进行了旋风式的高层会谈 双方大致敲定 美国总统拜登和中国主席习近平将在今年年底之前 举行美中元首的线上峰会 台湾东海大学的教授潘兆明表示 美国比中国大陆更有急迫性 主要是美国有三大压力 包括美国国内的财政通膨问题 阿富汗事件之后冲击美国外交事务问题 还有民主党民调下调 影响中期选举问题 拜登更需要寻求转圆对中关系 以疏解相关的压力 针对美中领袖敲定视讯峰会 潘兆明在接受香港媒体的专访时表示 其实美中关系剑拔弩张 对彼此甚至是全球都不是好事 所以事实上两方都有缓和紧张气氛的需求 只是美国寻求舒缓双边关系的紧迫性要高于中国大陆 潘兆明指出拜登政府至少有三大压力 急需透过转圆对中关系来进行疏解 首先美国面临严重的通膨问题 已经成为了拜登政府任内的一大难题 而中国大陆近期以来实施的能耗双控严格限电 让中国大陆输往美国的货品成本价格上涨 而美国大宗的民生用品是从中国大陆进口 也因此导致了美国的民生物价雪上加霜 拜登政府自然需要向中方来沟通协调 缓解内部的民怨 潘兆明接着表示 阿富汗车军事件争议连连 冲击美国外交事务的问题 盟国对美国的不信任感升温 再加上美国又联合英国抢走了法国对澳洲的潜艇订单 造成了法国与美英澳之间的局语 法国可能转向跟中国大陆在南海区域上有所合作 这无疑是让美国对外战略布局上投下负面因子 所以美国急需对中寻求和缓的关系 潘兆明认为根据美国最新的民调显示 拜登政府在中间选民当中的支持率持续下跌 仅剩下38%的满意度 高达53%不满意 假如民调在继续的下探 势必打击民主党的中期选举的表现 而如果美国对中关系能够缓解 并借由某些议题的合作 改变当前不利于执政的环境 当然是拜登政府所渴求的 再来看一下新加坡放弃清零 李显龙喊与毒共存 来自新加坡媒体联合早报的西西表示 总理李显龙表示 在新冠病毒疫情爆发的初期 新加坡致力于避免人民感染病毒 采取了冠状病毒清零的政策 不过随着传染力更强的德尔塔变种病毒的出现 新加坡必须要改变战略 迈向与冠状病毒共存 李显龙在新加坡当地时间 10月9号中午的时候 发表了对全国的讲话 他表示冠状病毒爆发的初期 大家所面对的是一个未知的疾病 全球对冠状病毒没有太多的科学知识 随着新加坡对冠状病毒有了加深的了解 相应的调整了战略 以应付不断变化的局势 李显龙表示 新加坡最初的做法是预防人民感染病毒 尽可能的收紧安全的管理措施 将确诊病例降低到最低 在那个时候 冠状病毒清零的政策是正确的 当时新加坡的人口 还没有接种新型冠状病毒的疫苗 大家对冠状病毒都没有免疫力 因此感染冠状病毒的后果非常的严重 而当时病毒的传染力还没有那么强 这些措施能够有效的阻挡病毒的传播链 与此同时 新加坡也未雨筹谋 预先采购了疫苗 疫苗在对抗疫情方面起到了关键的作用 为所有的人提供了一层保护 新加坡全国的疫苗接种计划也获得了成功 目前新加坡有约85%的人口完成了疫苗的接种 是全球冠状病毒疫苗接种率最高的国家之一 林显龙表示 全球和本地的数据显示 疫苗有效的大幅度的减少了染上重症的风险 新加坡高达98%的本土病例 只是轻微或者是没有症状 仅有2%是感染症状 在这个当中只有0.2%病逝 或是注入了加护病房接受治疗 其他的患者则需要输养几天 他表示 换句话来说 在接种了疫苗之后 冠状病毒对于我们大多数人来说 已经不是个危险的疾病 不过德尔塔变种病毒的出现 改变了新加坡的情况 林显龙表示 德尔塔变种病毒的感染力强 并且已经在全球各地散播开来 即便所有的人民都完成了疫苗接种 新加坡也不可能通过封锁和安全管理的措施 来抵御这个变种病毒 林显龙表示 就算新加坡通过收紧安全管理措施来减少病例 但是只要我们放宽了措施 病毒又会迅速的传播 因为新加坡之前采取的清零政策 大多数的人口还没有感染冠状病毒 自然的免疫力不高 即使是已经接种了疫苗 仍然有感染冠状病毒的风险 因此我们必须要做好心理准备 接下来的一段时间当中 还会出现许多确诊的病例 但是他表示 尽管如此 新加坡不能无限期的封城和关闭边境 林显龙表示 我们每一次收紧政策 企业会受到冲击 员工会失去工作 小孩也无法 小孩也无法过正常的童年和校园生活 那些有亲人在国外和无法团聚的大家庭 就必须分开更长的一段时间 李显龙表示 这种情况不仅带来了心理和情感的压力 也让人感到精神疲惫 影响了新加坡人和其他的民众 包括了客工 因此 新加坡在数个月之前 已经确认清零政策不可行 并且要改变战略 过渡到与冠状病毒的共存 好 再来看一下英国皇家海军将常态化的部署印太 来自台湾媒体中央社的报道指出 英国皇家海军近期积极的部署印太地区 是英国政府全球化英国政策的有力象征 英国上将参谋长拉达金认为 英国海军未来应该在太平洋持续的善用各项非正式结盟 英国国防部在10月7号的时候 公告任命拉达金为相当于参谋总长的国防参谋长 这是睽伟20年之后 再度由海军将领担任这一英国最高军职 拉达金定于11月30号上任 他在10月9号接受日经亚洲采访时曾经表示 台湾海峡是自由开放印度太平洋的一部分 是不同国家可以利用的航路 英国海军近期在印太地区联合多国军力行动 根据美国海军研究协会新闻在10月7号 所刊登的对拉达金的专访 英国海军致力于追求行动的敏捷灵活性 以及与盟友和伙伴的高度操纵互通性 还有装备相容性与联合行动的战术弹性 这最终有助于达成行动的不可预测性 正在印太区域活动 英国最先进的伊丽莎白女王号航空母舰打击群的编队和编号 包括了美军战机驱逐舰和陆战队的队员 以及荷兰海军的巡防舰 拉达金表示当他看到伊丽莎白航舰 他会思考 甲板上是美军陆战队英国海军和空军的飞机 这问题重要吗 当你考量到一个事实 也就是有两个国家共同在其中一个国家的航舰上执行任务 问题就显得重要许多 因为这显示两国彼此高度的信任 而这需要惊人投资才能够达成 伊丽莎白航舰打击群的设计构想 容许不同的国家的军力 以需求机动性来加入或者是退出编队 拉达金指出不以协定条约等一些刚性的框架来约束其他的国家 这让他们更容易与英国联合行动 也容易让更多的国家来加入英国的行列 他表示这样的弹性框架 让不同的国家之间可以有相对开放的对话 且这些对话非常的自在 没有一堆的包袱 他表示这样的对话不是这样一种风格 那就是如果这一次不和我在一起 你就不要和我玩了 拉达金指出英国海军未来 一在太平洋地区持续的善用各项的非政治结盟 并且在近似北大西洋公约组织 受条约规范的刚性组织的框架之外 与各国的船舰共同的执行任务 他表示英美澳的三方安全联盟 以及美印日澳的四方安全对话 都是一个好例子 拉达金指出非正式结盟 可以被定义为是理想相近的国家 海洋民主政体 或者是具有共同价值与利益的国家的结盟 他表示无论拿什么容器来装他们都可以 针对英美澳三方的安全联盟 拉达金表示 英国美国澳大利亚是理念相近的国家 且可以迅速的集结 共同的拟定计划 在相对单纯的三方紧密结构之下 也不需要受制于其他的国家 是否配合行动 以及冗长的多边商议的过程 根据报道指出 随着英国扩大在太平洋地区的部署 英国海军势必将在稳定部署 与行动不可预测之间来寻求平衡 再来看一下中韩文化输出落差大 网友表示意识形态是祸首 来自台湾媒体自由时报的信息表示 韩国的网剧鱿鱼游戏在全球窜红 提升韩国的文化输出实力 自由亚洲电台在10月8号的时候报道指出 不断强化文化自信的中国 却少有走向世界的文化作品 中韩文化输出的差距 在中国微博引起了讨论 有网友认为一个主要的原因 是意识形态标签阻碍了发展 自由亚洲电台引述了韩国建国大学 文化内容产业系的中国级的教授 李东辈的看法表示 虽然由于游戏的剧情非常的韩国化 反映了韩国的社会秩序 但是却十分的具有普遍性 同样的情况在全世界任何国家 任何地区都可能发生 他表示可能令人感同身受 是这部剧集最大的特征 很容易引发共鸣 因此跨国文化的壁垒较低 报道表示 中国不断地强化文化自信 但是近几十年以来 却少有走向世界的文化作品 这种中韩文化输出的差距 在中国的微博上引发了讨论 有网友认为 中国这种文化输出的 窘境的一个重要原因 是在于中国娱乐圈缺乏创新的人才 也有人认为 中国文化的意识形态标签 是阻碍发展的主要因素 李东辈也指出 中国的故事大部分是在 相同社会制度下 接受过相同教育 在同样背景生活过之下的人 才能够有所体会 所以文化壁垒其实是比较高的 报道指出 从获得美国奥斯卡 多项大奖的韩国电影 《寄生上流》 以及偶像团体 《防弹少年团》 再到《鱿鱼游戏》 韩流文化似乎已经冲出了 亚洲走向世界 成为继日本动漫游戏之后 又一个亚洲文化的输出典范 甚至有分析认为 韩国的娱乐制作公司 具备足以支配全球娱乐产业的 好莱坞式的生产能力 谢谢您收看明镜新闻台 敬请您点赞 分享 订阅 推荐给您的亲友 更请您点击节目内容 简介里的PayPal链接 支持我们